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对于孩子的态度还真是出奇的一致 在谢贤与妻子迪波拉离婚后 谢霆锋的生活也是迪波拉照顾的比较多 而他的儿子谢霆锋的孩子也是张博之一直在照顾 虽然张博之在做人妻方面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好骂 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孩子 并且张博之也时常带着孩子回来看谢贤 这一点也让谢贤很感动 曾经张博之带孩子去看谢贤 谢贤就为儿子谢霆锋说好话 希望自己的孙子不要那么怪爸爸 但是孙子当时只说了七个字 让谢贤老泪纵横 他的孙子平淡的说 妈妈说爸爸很好